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人者 大家好 大家请坐 我们继续来学习 君子修身之道 现在我们看第五个部分 凡爱众 这个是《弟子规》七科里面第五个 凡爱众讲法的爱大众 在论语里面 《颜冤》第十二篇 凡事问人 孔子的底子 凡事 他曾经问过 什么叫人 自若爱人 孔子说 人就是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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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 既然是一体 当然应该爱 因此 爱人 就是等于爱自己 因为人 因为人 我 是一 不是二 第二次规则 第一次规则 应该说 凡事人 介绍爱 天同福 地同在 所有的人 都要爱 这个人 包括所有人 一般人 可能爱他自己的亲人 敌人 他就不爱 那这里说的人 没有说是亲人 还是敌人 没有说善人 还是恶人 所有的人 都要爱 为什么 天同福 地同在 天地 就是光宇宙 宇宙当中 万物 都是一体 它从哪里出来的 从自己的自成 老子讲道 道德经里面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道 是天地万物的根源 是半体 道是什么 道就是自成 自成 人人本有 凡人有 圣人亦有 圣人和凡人的自成 是一 当我们正得自成之后 我们会发现 整个宇宙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所谓发生 发生 才是真正的自己 一切的众生 是什么呢 好像身体上的 细胞 我这个身体 只是一个细胞 我不可以只爱这个细胞 不爱其他细胞 自私自利 是严重迷失自成 才会有这个心态 诀悟的人 一定是放下自私自利 他知道 爱别人 先是我自己 是论语 公义唱片 有一张经文说到 顏冤贵路时 自弱 何觉然已知 顏冤就是衙梅 贵路就是智路 他们 他们有一天 在孔子身边 服侍 师徒 与夫子 孔子 和他 在一起的时候 欠近几个机会 教法他们 所以 跟他们说 你们 何不 每个人 说下你们的志愿 这个何 就是何不的意思 结果 子路说 子路说 愿奢马 医兴囚 与朋友共 弊之 而无憾 子路说 我愿意 穿我的奢马 衣服 和所有的朋友 共享 这个 医兴囚 囚 是皮 兴囚 是皮很轻的 上等的皮 这些是 好的衣服 好的衣服 子路愿意 将自己最好的东西 拿出来 跟朋友共享 而且他说 并置 而无憾 即使用坏了 也都无 遗憾 子路很难得 他没有试心 在物质上 愿意 跟所有的人 共享 我们希望 共产 共产 主持社会 共产 共产 主持 子路 当时 都看出来了 跟着 下面 颜冤 说 颜冤 颜冤 愿无佛善 愿是劳 我愿意不称赞自己的善事 不以劳苦施加别人 佛善的佛字就是自己称赞自己 自己有善事 不要自己称赞自己 别人是称赞害的 所以我会说自己有善事 我不称赞 不单不称赞 还要忘记他 做了善事 被人好处 被人欣慰 念念都不忘 这个心就不是清静 要放下 我问思路 就是不要劳化别人 不要誓别人不安 颜慧的境界被子路越高 子路还在物质上面 颜慧 讲到心地法门 下面 知老药 愿文子之子 知老啊 你也说 我想听老师你的指向 指向 老者安之 朋友顺之 少者怀之 我说这三句 是说 对老年人 要祝他 得其安乐 安享 天年 对朋友呢 要诚信 对待 如果有财富 要互相分享 互相之间 还要规划 规划 规划 互相勉励 互相成就 少者怀之 是对少年人 对儿童 我们要关怀 要外护 最重要的 就是教育他们 所以 他们都懂得 知人 这个是 社税到社会 和谐 每一个人 各德其索 各德其乐 这个是大同之志 那孔子的境界 又比颜位更高了 所以 偶尔大师 在主界里面 说到 指路望闻 眼指望善 盛言望己 三个人 三个人 境界不同 指路呢 他将物质 忘记了 放下 这是 身外之物 不错 不错 第一步 如果身外之物 都放下 这种人 没有办法 进入 要进一步 好像阿妹一样 望善 都要忘记 这个心 才清静 这个望善 是 没有分别 不思善 不思善 不思恶 善恶平等 自己做善事 没有做善事的善 帮助人 亦都不着 帮助人的善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圣人 境界最高 忘记 忘记 是 将起心动念都化了 所以 完全回归自然 自然的社会 就是大同之子 老者安智 朋友信智 小者怀智 这个大同社会 所以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 就是这个境界 如何能够实现呢 从自己做起 自己能够忘记了 将自己完全放下 就是 人与自己一体 唯有正得自性的人 他才真正的 忘记 我们现在做君子 首先要做到 大公无私 从这里开始做 一开始 放下 起心动念 做不到 做不到 怎么办呢 首先放下 分别执着 一步步的礼物 先做到子老的 这个境界 嘛 忘物 嗯 不要贪你了 放下 一切命物利养 放下 五欲六层的享受 放下 自私自利 嗯 再进步 望舌 分别执着要放下 再进步 放下自私自利 就不难了 放下这个 起心动念 就不难了 在 《遗政篇》里面讲到 子弱 君子 周而不鼻 小人 鼻而不走 君子 跟小人不同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到 什么叫周啊 按照 朱熹 四书杂注 他是这样解释的 周普遍也 比 偏当也 君子 他的心量大 心量 是爱一切人 普遍的爱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小人呢 分别执着 所以有偏袒 偏思 这个周和物比 也可以解释成 公 思 意思 差不多 好 君子 是大公无事 这个周而不鼻 小人呢 思而不公 就是别鼻而不走 把周比 当作公司 来说 也很好 念念 都要放下 这个小我 不要为自己的个人得失 考虑 这种人才能够做君子 在 《雍雅篇》的第六 有一章经文说到 子为子霞 鱼为君子鱼 无为小人鱼 孔子对子霞这样说 叫他 叫他 你不要做小人鱼 小人鱼 要做君子鱼 同样学鱼 鱼者有君子鱼 有小人鱼 区别在哪里呢 君子鱼 他是为 天下而学的 他的 志向 远大 是为 智觉平天下而学的 他 收身 齐家 不是只为了自己的身家 他是为了 天下人 而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他要 幽天下 为天下 那他自己要修行 以修心为本 自己未收好 不可能自觉平天下 不可能自觉平天下 那小人鱼呢 就不同了 小人鱼 他不是为自觉平天下而学 他就是为自己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他自己修神 也很下功夫 在修行方面 你看 小人鱼和君主鱼 可能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非常之勤奋 但是呢 小人鱼不是立志为天下国家 心量少 叫小人 君子心量大 所以 可能是智涵 他擅长文学 学语啊 学语啊 里面那些经典 学得很多 听得很多 嗯 那么 孔子在这里 提醒他 你学到 目的 是为了利益人群 不要做小人鱼 啊 这个是 也提醒我们 我们 虽然 现在 可能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但是 心 要幽觉幽闻 有一副对联 我很喜欢 是什么呢 身无半谋 心幽天下 这个想念 本某地都没有 啊 自己呀 一无所有 但是 心幽天下 下恋是 书破万卷 智在成义 这样的人 就叫做君子 君子瑜 啊 我们要学习 欧益大师 评论这一章经文里面讲到 现在的人 呢 连小人鱼都做不到 为什么 他也都读鱼学的经典 但是 他自己不是真正修神 他是搞鱼学 小人鱼都是叫鱼 啊 鱼里面有君子鱼 有小人鱼 啊 这家人呢 不是学瑜 是愚学 愚学是什么 搞学术的 是 他可以拿着 《瑜伽十三经》 写很多论文 发表很多书 啊 诸作等神 但是 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 一点都没做到 嗯 那就充其量搞如何 连小人鱼都做不到啊 啊 所以这个我们要更加警告 学习 第一要立志 志在天下 第二呢 要真正修行 嗯 不要只是学经典上的文字 学那些没什么太大作用 好 第一志规里面有讲到 行高者 名字高 人所从 非貌高 财大者 望字大 人所服 非现大 这个是说 一个人 他的德行很高 自然 大家就会敬伏他 名望自然就高 人所重 非貌高 人家经重的 不是他的外貌 不是他的外貌 不是看外表 外表 可以迷惑人一时 迷惑不到很久 是他的外貌 第二句 财大者 望字大 财华 大的人 他自然有名望 名望就大 人家所敬伏的 也不是看他 语言 说得挺好听 看他做得怎样 在论语里面 太白第八篇 有一章经文说到 这个是 孔子 赞叹 愚 遥顺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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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这里圣赞瑜伙 他说瑜没有坚言 这个坚字是当非字来说 就是我无可非议 没得说了 真是很完美 下面举出三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非饮食 这个非是轻薄 非薄的意思 就是说饮食很粗 粗疏的饮食 粗茶淡饭 他的生活非常简胖 但是在祭士鬼神的时候 鬼是祖先 神是山神 河神 神灵 祭士的时候 那些祭品非常之丰厚 自己饮食非常粗疏 但是对祖先祭士非常之丰富 这个是他的孝审 对祖先能够尽孝审 说明他一定能够对人民口爱 为什么 如果不爱人民 不好好地治理国家 对不起祖先 所以每次祭士的时候都是提醒自己 下边有一个 乐衣服 而致尾乎忽免 忽 这个字 是古时候 林朝 或者祭士的时候 穿的礼服 免是礼帽 乙皇平时穿的衣服 非常之粗额 很差 粗衣粗服 但是在上朝的时候 或者祭士的时候 穿的礼服非常之华美 这个是平时生活 很简单 要求享受降到最低 但是真正办正事的时候 它是宫敬神 上朝着华美的礼服 是对待神子的宫敬 君以礼代神 礼敬神 神对君就忠诚 下面有讲到 卑躬神 以尽力付 勾隙 勾隙 就是古时候 灌溉水利的 这些勾隙 这些勾隙是大溝 不好意思 这个是说 轻溅水利 羽黄 羽黄平时 他的宫室 就是住的屋 非常之 悲劣的 他不是住很华丽的屋 住得很差 但是他为人民 百姓 轻溃水利的时候 他就很努力 他的力量不是花在自己的身上 不是为了自己的 享受生活环境 他为了人民 这个都是对百姓的厚爱 所以孔子 说了这几件事情 为了加重他的赞美 又说了一句 于 无间言 如果不是 大公无私 完全无恶 怎么可能 做到这几件事情 所以 这种行为 真正爱人 德行 可以称为圣人 所以孔子赞美他 不是看他的衣服 不是看他的公失 是看他真正德行 行高者命自高 于 因为能够以他的德行 来治理国家 所以当时 大同盛世 这个是孔子 一直都在向往 梦寐以求 如何能够做到呢 在《遗证篇》里面 第一章说到 自弱 为正以德 辟语 不辰 居其所 而众生共之 孔子 孔子说的 为正者 当然 不单止包括 国家领导人 还包括所有团体 一切的领导人 例如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也在这儿为正人 管理 怎样管理 孔子没有叫我们 研究什么管理的方法 好像现在商学院里面 讲管理的方法 讲得非常复杂 人事管理 财物管理 各种管理方法 要读好几年 都没读得完 孔子这儿说得很简单 为正以德 四个字 就用道德来为正 自然就会得到人民百姓的勇意 你可以随拥以致 他这里举个比喻来说 譬如 不神 不神 有些顾着说是一个星的命 有些是说方位 那说方位可能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我们师公 利兵南老居士 他说的 用方位来说 方位定的 就是地球不极指向的天空 这个不神 天空没有星星 指向的地方没有星星 体是空的 空体不动 但是所有的星星都围绕着他 这个拱之就是为了为喻 和剔手旁的拱是一个通用的字 这里就是 譬如 居其所 众星拱之 譬如 人军 安住其所 能够为正义得 自然就得到 人民百姓的拥护 所有神子的拥护 大家拥护 爱带这个领导人 拒止你国家 当然就一点都不难了 所谓 无谓以致 无谓 不需要刻意 去想办法管理国家 国家自然就 和谐 就安定 这个是 自觉的 最高的境界 是 叫圣智 圣人是这样自利国家 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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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正義德是人軍不斷修養自己的道德 他不需要刻意去唯正 自然就政治辦得很好 這是無謂的意思 以德為正是有為了 他又起心動念了 他是想著要搞好政治 所以他用什麼來搞呢 用德 都不錯 以德自覺 以德自棋協 這種人做不到聖人 那個境界 但是他都可以稱為賢人 他有起心動念 但是起心動念就是德 他這個有道德 所以大家都服他 這是聖言政治 最重要的就是 從上到下都要修養道德 而道德必須求教育 提倡聖言教育 這樣大家才知道要修德 聖言教育可以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 可以救人民於水火之中 可以挽救世道人心 所以提倡聖言教育 這個是功德目量 在論語第三篇中 有一章說到 以風人請見 約 君子之志於師也 悟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知 出約 以三子何患 何患於喪父 天下之無道也 九二 天將以夫子為目度 這一章經文是說到 有一個疑封人 在疑地封官的官員 這個人沒有說到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是一個高人 當孔子帶著弟子 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想見孔子 就對孔子的弟子說 君子之志於師也 悟未嘗不得見也 即是來到我這個地方的君子 有道德的君子 我未嘗沒有跟他們見過面 即是凡是有得君子經過這裏 我都見過他們 講這個話當然是希望 這些弟子安排 他能夠見到孔子 所以從者見知 從者就是孔子的弟子 為他引見 出約 引見完了 二封人見到孔子了 出來之後 跟孔子的弟子說 二三子 何患於喪乎 這個喪 就是指 聖人之道 喪亡 二封人在這裏 是勉勵孔子的弟子 二三子 就是講孔子的弟子 弟子們他們 何必要憂慮 聖人之道喪失呢 可能是孔子的弟子 可能是孔子的弟子 真的有人在這裏有女 因為孔子 周有列角 很想推行聖人之道 幫助天下 但是處處碰壁 走到哪裡 都不能夠受到重用 甚至好幾次出現了生命危險 譬如說 在陳菜絕糧 七天沒東西吃 差不多餓死 那些弟子跟著他 受盡了千辛萬苦 有些弟子信心不夠堅定 都有懷疑 哎呀 孔子的毒 是不是太高了 大家是不是都沒有辦法接受 又不能夠降低一點呢 子貢就問過這個話 所以憂患 可能真的有 憂患天下無道 孔子的聖人之道 是否要喪亡 二豐人呢 在這裏鼓勵弟子 你們不要這樣憂患 他說 天下之無道 久而 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 當時康老夫子是 處春秋時期 當時是禮崩惡懷 確實天下無道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英國的著名哲學家 湯欽比教授 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 現在的世界秩序 好像中國春秋時期一樣 我們想想 確實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 你仔細看看 世界上每個國家 哪個國家提倡人意 哪個國家奉行人意 都是自私自利 想著自己 我這個國家的利益 人家不可以觸犯我這個國家的利益 如果觸犯了我的 我就打你 甚至 對於小國 你不聽話 我就打你 強權的政治 所以 確實 社會 秩序 現在變得非常令人憂心 戰爭 沒有停止過 跟春秋時期差不多 春秋也是經常打仗 所謂春秋無義戰 沒有正義戰爭 沒有正義戰爭 什麼叫正義戰爭 最起碼不是為了你的 那這個當然是 問題出現出於 缺乏倫理道德 因果教育 這個不是制度問題 亦都不是政治問題 是教育問題 是教育問題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 唯有提倡 聖言教育 因此 湯英比教授 亦都說過 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 必須要求中國的孔猛學說 以及大乘佛法 孔猛學說什麼 說人意忠恕 大乘佛法 說真誠慈悲 慈悲就是愛 發愛眾 這個才能夠解決當今社會的問題 當時 康夫子 在 那個 亂世當中 能夠堅持 聖人之道 他真正落實 真正力行 他不廢棄 他不退縮 縱使 全世界人 天下人 都不理解他 他依然奉行 所以 二豐仁在這裡讚嘆孔子 天將以呼至為目度 目度 是用金屬造的鈴鐺 敲起來很響 這個鈴鐺敲起來 可以使人覺醒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孔子 在這個世間 在這個世間 推行教法 推行聖言之道 能夠 覺醒人心 他用先王之道 來施教於天下 這個就是目度的意思 這個是孔子的使命 天將給他這個使命 所以孔子確實 他不辜負天給他這個使命 他做到了 他這一生 聖聖聖人 而且 對萬世 都有幫助 孔子 這個奧益大師 在評論當中說到 終身定平 千古知己 夫子 真萬古目度 他的詩教 是 是孔子的知己 對他下了終身定平 這個結論 下了一點都沒有錯 是孔子 千古知己 很難找到這樣的人 夫子 確實是 叫做萬古目度 他的詩教 不單止對當世有好處 對於後世到今天 2500年之後 依然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人說 天不生眾利 萬古如長野 如果上天不生孔子 我們可能到現在都在漫漫長野當中 這個比喻 如果不接受聲言教育 我們真是愚昧無知 做了不知多少的措施 好在2500年來 中國一直在提倡儒家的教育 所以中國能夠基本上維持大一同 中華文明是四大文明當中 唯一能夠保存下來 靠誰 靠孔夫子 他功德無量 他功德無量 我們自己都要立這個志向 孔子能做到 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要有這個志向 人皆可以成言 所以宋朝的大語 張宰 張環渠先生 有誰說 非常震動人心 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為往性寄覺學 為往性寄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個應該作為我們的左右命 試試讀一讀 生起這種正氣 這一種志向 我們在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也都要去努力學習和推動性言的教育 好 今天的這堂課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有講得不妥當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致席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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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